打開射信在馬太福音第24章 在看靜雯之前 剛剛在五點鐘的時候 在南京東路上 有人開槍 大概有30發子彈 在南京東路上 然後兩天前 就是在新店的中心路中路口 有人被一個人用刀子砍了 好幾刀 你聽到這些的時候 你的第一個直覺會是什麼 我想講的就是 我們來到了一個屬林的戰爭裡面 可能你覺得說 真的嗎 發生什麼事 在南京東路上 其實這個新聞 我們都看到類似的在美國 可是我想講的 屬林上 他每天都在發生類似的事情 可能你不是那個真正的受害者 可能那個槍可能沒有打到你 可是 撒旦每天都在這樣的日子裡面 向我們開槍 撒旦也在每天的日子裡面呢 向我們呢 是刺入了一些 把他的刀子刺在我們生命裡面 馬奈福音第24章 從第6節 你們也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 總不要驚慌 因為這些事是必須有的 只是末期還沒有到 其實呢 這些打仗的聲音呢 其實當你用屬林的眼耳朵去聽的時候呢 它是在我們中間的 我們正處在一個屬林的戰爭裡面 今天回到主場呢 主要講兩個不同的概念 一個就是回到主基督的場子 回到主耶穌 真正掌握的那樣的一個場子 主場 第二個呢 就是回到我們生命中最主要的那個戰場上面 很多時候呢 我們可能不自覺的 我們想要避開 在那個最激烈的那個戰場的 那樣的一個區域裡面 可那個區域也可能是 最能夠榮耀神的區域 因為在那個戰場的那個 最激烈的那個戰場上面呢 是最能夠分出勝負的 那樣的一個戰場 所以代表說我們的屬林戰爭呢 每一個人都不可能 避得開 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要有 進入戰場的準備 在薩摩爾上呢 17章 45到第45到51節呢 這邊有點長 我們不念 可是我大概把這個故事講一遍 好 讓大家有機會回去呢 你如果回去看的時候呢 薩摩爾上17到45到51節呢 他在講什麼呢 他在講大衛的戰場 大衛呢大家都聽過 他用幾根石頭 幾顆石頭呢 就把菲利斯人的那個巨人 這個哥利亞呢給打死了 打到他的眉心 然後呢他把他的頭給割下來 然後呢贏了那場戰爭 那當時非常的年輕 而在這個戰爭裡面呢 大衛跟菲利斯人這樣說 你來攻擊我是靠著刀槍和銅擊 我來攻擊你 是靠著萬軍之耶和華的名 就是你所陸罵 帶領以色列軍隊的神 當我們在跟撒旦對職的時候呢 我們要有一個心裡的很清楚知道 這一場戰爭的勝利的最後勝利者 是屬神的 是耶穌基督在這個主場上面呢 控制的 所以在這個戰爭上面呢 當我們知道這場戰爭一定會贏 那差別就差很多了 因為你知道 你不管在這個最危險的情況 你都知道 耶穌一定會贏這場戰爭 可是我們有保證說 你不會受傷 或你不會受到什麼樣的危險 因為在這場戰爭裡面 你面對的是撒旦 撒旦呢他的下手也是非常非常的直接 他非常了解我們的弱點 所以完全不會對你呢 客氣 可是我剛才講呢 從大衛的例子裡面 我們可以明白上 明白到說呢 我們必須要相信 這場戰爭呢 是耶穌基督呢 在最後呢會勝利 馬太福音第十二章 我們看一下四十三節到第四十五節 烏鬼離了人生 就在無水之地過來過去 尋找安歇之處 卻尋不著 於是說 我要回到我所出來的屋裡去 到了就看見裡面空閒 打掃乾淨 裝飾好了 便去另帶了七個 比自己更惡的鬼來 都進去住在那裡 那人幕後的景況 比先前更不好了 這邪惡的世代 也要如此 欺而更惡的鬼 進到了一個人的生命裡面去 這邊提到呢 就是說呢 當人的心 好不容易 我們受洗已經 不管你今天十年 二十年 多少年 我們好不容易把我們的心 給清乾淨 然後把新的一些 誤會呢 給都 都趕出去以後呢 如果我們的心裡面 沒有耶穌基督在 在這裡面當主的時候呢 做主的時候呢 裡面是空的 那當我們沒有辦法 透過耶穌基督來贏這個 戰爭的時候呢 我們很容易變成是 那個受害者 然後呢 在這個故事裡面講到 你的情況比以前會更糟 你會比以前的情況更嚴重 我呢 其實 有一次我看到這段經文的時候呢 我突然間大哭 我覺得 我當時的情況呢 其實感覺到我的狀況呢 就是 好像 比我剛受洗的時候呢 糟很多 有很多的沮喪 有很多的那種 懷疑 我覺得我的心裡面 主不在我的心裡面 然後呢 當特別是有一些控訴的聲音 在你耳朵旁邊開始 有一個聲音 你知道它就在你旁邊 可是你不知道 你沒辦法控制 它就會跟你講一些 你不可能改變啦 你是不失敗者啊 你是個懦夫 沒有人愛你 你無能為力 你不配 你只有放棄 這些聲音呢 這些聲音呢 它會清晰的在你的耳朵旁邊呢 就這樣子 不斷的可以控訴你 我記得我 情況在我離開 台北回到台南之後呢 我有一段屬林的這種放縱期 就回到了台南以後呢 我那段時間呢 就覺得說 反正沒有人知道我有沒有去聚會 也沒有人會關心我的情況 所以呢 我每天呢 我沒有靈修 我沒有禱告 我每天起來 最糟的時候呢 就是我每天呢 就躺在我的那個 床邊呢 看著外面 發呆 然後呢 在那個狀況裡面呢 很多時候的獨處呢 讓我開始害怕 我覺得我好像遠離神很遠 那個離開神的那種 這種感受呢 很矛盾 你知道你不能離開神 可是你又很怕去見到他 這種矛盾 然後呢 我都很容易呢 舔著我自己的傷口呢 在那邊自怨自哀 那當然是我屬林最糟的狀況 就是在那種情況裡面 然後呢 我開始 看這段經文的時候我在想 那七個跟二的鬼到底是什麼鬼 他回來找我 到底是什麼樣的鬼在找我 我在整理的過程中呢 我開始去想 以前我在面對罪的時候呢 我覺得最難的可能是驕傲 可能是自私 可能是 懶惰 可能是情欲的罪 後來呢 我發現呢 基督徒久了以後呢 很多 原本很小的 可能不是太重要的 你覺得很容易面對的 他開始變成更惡的鬼 回來了 譬如什麼呢 譬如 比較 比較呢 其實是嫉妒 開始呢 你會比較這個人 跟這個人 為什麼我沒有 為什麼他有 我老師跟總統講過 我也跟他坦白 為什麼他孩子都受洗了 為什麼他孩子呢 這麼快就求婚了 好消息很多 為什麼我沒有 小小的比較 小小的比較 成為更惡的鬼 在我心裡面 他會分離我跟旁邊的關係 比較 第二個 虛榮 曾經有一部電影叫做 《魔鬼代言人》 他說虛榮呢 是撒旦最喜歡的罪 當我們喜歡 被別人看見 我們講的東西 其實在我過去的 全職生命裡面 我也知道很多時候 我為了準備堂課 我為了準備一個 特別的聚會 我花了很多的時間 做PPT 然後做很多的照片 可能大家不知道 我花那麼多時間 其實表面上是很犧牲 為了這樣的教會的需要 可是很多的部分呢 是因為虛榮 我想要讓別人看見 我那個最 讓別人覺得 看到會覺得說 主委真的是 盡心盡意做得最好 可是這不是神手喜悅的 這也是成為我心中 另外一個隱藏的罪 在我心裡面 第三個 四連 四連原本很矛盾 其實當我在面對秀蘭的離開以後呢 我覺得我有條件四連 當包括我去做諮商輔導的時候 他說我的痛的程度 是超過200 他們有一個百分比 對一個還沒有50歲 然後上偶的一個男性來講 這個痛呢 是超過200以上 他們以一個嚴重程度來分類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可以自聯 可是當自聯已經超過了 一個人可以控制的情況的時候呢 自聯就是自大 你開始看自己是最重要的 超過別人所看見的 所以這個東西也是我 那七個更惡的鬼裡面 回來的其中一個鬼 另外一個就是 閒言閒語 我們講說MOMO有沒有 開始有一些事情呢 我們有些話呢 會在底下那邊講啊講的 這個可能本來不是 你知道嗎 基督徒都應該是非常 人言善道啊 也非常喜歡跟人家聊天啊 可如果聊了一些東西 不是最有營養的 那這個東西呢可能就有問題 特別它可能會傷害到 旁邊的關係 所以呢 我也認為閒言閒語呢 是七個更惡的鬼裡面的 其中一個 接下來有三個呢 我剛才分享了虛榮 比較 自聯 跟閒言閒語 另外呢 有一個是屬於女性的罪 這是我看一本書 他提到說呢 男女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更惡的罪 超過於 一般我們所謂的 驕傲的很多個自私 女孩子呢 就是操縱 因為女孩子的不安全感 會想要操控 她的丈夫 所以呢 會用操控的方式來 來瑕疵 她想要瑕疵的東西 表面上是她很努力的 再安排一切 可是事實上呢 這是另外一個更惡的鬼 另外一個呢就是 對男人來講就是色情 色情的網站 色情的誘惑 色情的東西呢 就成為你在婚姻中的 那一個更惡的鬼 可能你還沒有到犯監影的罪 可那個鬼呢 就藏在這個罪的前面 開始誘惑你 七個鬼裡面呢 我覺得最嚴重的鬼 對我來講 也是我一直在警醒我自己的 就是假冒為善 當一個人成為紀錄久了以後呢 你已經大概很清楚知道 你該怎麼樣的回答 一個人的問題 你知道怎麼樣可以 講出一些鼓勵的話 對一個人 或者你知道怎麼樣 善用一些你念過的經文 去提醒或挑戰別人的時候呢 假冒為善的罪呢 就隱藏在你的這些話裡面 我們沒有先反省我們自己 我們卻用假冒為善的態度 去挑戰別人 所以呢 這七個更惡的鬼嚇壞我了 我覺得這比我們原來要面對的罪呢 更嚴重 為什麼 因為他在你還沒有準備好 還沒有讓耶穌做主的時候呢 他就鑽進到你的生命裡面來了 其實呢 在我過去的這六年裡面呢 除了我剛才講呢 我獨處久了以後呢 我很容易 因為沒有主耶穌基督 因為我在台南 沒有正常的主日 所以很容易的 我就陷入到這樣的一個誘惑裡面去 第二個呢 對我個人來講呢 其實我 我非常喜歡吃甜的東西 我曾經有號稱叫螞蟻這樣子 我是屬螞蟻的這樣 所以呢 很多時候呢 變成甜的很難控制 今天 生活還沒有到 你爬到病的人呢 對甜的東西 是非常非常需要控制的 我講一個例子呢 真的是 神是非常非常厲害了 因為 你不管你到哪裡呢 基本上呢 我的戰場是隨遲隨地的 我打開門 經過Seven 經過哪裡 只要賣甜的地方 都是我的戰場 我都必須要再掙扎 我不能喝這罐東西 因為這罐東西 馬上會影響我的血糖 我有一次呢 去主日 然後呢 我就很想喝甜的 我想說呢 在這附近一定會碰到弟兄姐妹 我很聰明 我就躲到了南京東路 也是這條路 那時候還沒有福音中心呢 在南京東路呢 我還記得是南京東路口 小巨蛋旁邊呢 Seven 我就去買了一罐飲料 然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有那麼大的信心 我就站在路口 然後開始喝飲料 突然間呢 德厚走過去 他就跟我打招呼 德厚怎麼在這邊 你回去問德厚 他應該還記得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你怎麼在這邊 然後我就突然間 真的是非常的羞愧 因為呢 偷喝被發電了 真的是很恐怖的事情 然後呢就 然後就被德厚發現了 然後呢就馬上呢 就趕快把那個 東西呢 偷吃被發現 你知道嗎 這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就是說 如果你在面對軟弱 或者是 罪跟軟弱都是我們要 面對這個戰場裡面 會碰到的事情 很多時候呢 你越想要逃避有沒有 你就越容易被發現 我記得有對夫妻呢 他們呢 特別要面對他們面對 他們夫妻的一些 要面對的東西 然後他們就 還沒有找到適合的人談 結果他們想要在飛機上呢 在一個機場裡面 碰到了另外一對夫妻 是他們最好的朋友 然後他們就在車機上呢 有機會坐下來談 那這個東西呢 都是 你無法想像 因為什麼 主場在耶穌手上 不是你可以逃離這個主戰場 因為這個戰場呢 除了耶穌在控制 但是撒旦之外呢 他也在控制這些 他也在幫助我們這些人呢 去面對我們該面對的 所以當我們面對罪的時候呢 不要以為只有 你跟撒旦在單獨面對 神在面對這件事情 耶穌基督也在面對這個事情 所以從來不需要 不承認你的罪 為什麼 你絕對沒有辦法去逃離的 甚至我今天在這課堂上 我要強調 因為每一天都在戰場上面 每一天都必須要認我們自己的罪 我們才有這個力量呢 去面對我們所要面對的東西 七個更惡的鬼 然後呢 這個邪惡的世代也要如此 因為我們是處在這個世代裡面 所以我們必須要常常去反省 甚至去抵擋撒旦的攻擊 雅各書第四章 以前我聽過一堂課呢 我覺得很鼓勵 它講到說 一罪三次的概念 什麼叫一罪三次呢 不是異於三次喔 是一罪三次 同一個罪呢 它可以 撒旦可以三次吃掉你生命中的一些 能量 第一次呢 就是當你在面對誘惑 或者是一個撒旦的攻擊的時候呢 第一次就是 其實你心裡面有一個這樣的良知在吹逼你 你知道這樣做是不對的 那那個情況之下呢 當你第一次你做錯事情 你做錯一個決定 然後你犯了罪的時候呢 你當下的那種罪惡感是很深的 所以那個是第一次 在當下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被撒旦贏了 你被他引走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就是你開始 經過一段時間 你沒有去承認 你沒有去面對 它開始在你心裡面呢 變成某一種掙扎 這種掙扎就是你會 反反復復反反復復在同樣事情裡面 你不可能忘記的 你不可能忘記的 你知道 可是你不讓人知道 這種隱藏在你心裡面的這種感受呢 很奇怪 讓你某一部分讓你呢 會覺得你有一個私密的秘密在你的心裡面 可是事實上呢 這件事情就讓你覺得非常非常的難受 這是第二次 他已經經過一段時間了 他還在你的生命裡面 第三次就是 當你開始發現有人知道了 然後呢 你開始沒有辦法隱藏的時候呢 其實你那時候的這種 情緒 你的個性很多東西呢 你會爆發出來 你想要推卸 你想要把這件事情呢 給掩蓋 或是你想要逃避 這些東西呢 都會讓你進入到那種非常不舒服的這種情緒裡面 撒旦呢 可是告訴你一個壞消息 三次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面對死 罪季懷了胎 就生出死來 所以呢 如果我們沒有真的很小心知道魔鬼的軌跡的時候呢 我們很容易被他用罪定死我們 我們就沒有辦法去 在我們生命中呢 有一個勝利可以起來 可是我剛才也講了 在我們的這個主戰場裡面 最靠近這個最激烈戰身的這條戰線呢 也是最榮耀神的戰線 因為你贏了你就榮耀到神了 這邊呢 雅各書第四章呢 第七節他是這樣說的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 誤要抵擋魔鬼 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 你越站起來 你越站起來順服神呢 去抵擋他 撒旦就會離開你 也就是說呢 當我們敞開西門去認罪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獲得神的原諒 神主已經擔當我們的罪為我們而死了 這個是一個事實 而且是個抹面不了的一個 一個一輩子很重要的一個福音 這個福音呢 值得我們必須天天為自己的罪去悔改 不管你面對什麼樣的罪 你每一天都可以為這些事情去 特別去悔改 所以呢 當我們在面對罪的時候呢 我想鼓勵的就是 每一個人呢真的是去真實的去承認 而不是用別人的例子 來說明我們的 我有一個這樣的經驗就是說 很多時候呢 因為我的講課的機會比較多 會有很多時候上台講到 很多時候我們會講別人的例子 然後用這個例子 講出那個例子所帶來的教訓 可是這樣的東西呢 都沒有比自己生命中的一些承認改變呢 更具有影響力 不是講別人的例子 就能夠很深刻的講出罪的代價 只有自己很深刻的去承認自己 所要面對的罪跟自己所面對的軟弱 你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就會大大的榮耀到主的名 這個時候呢我想邀請Kelvin 來分享一段關於他的一個戰場 請他當初要回來上這個課的時候 其實我心裡面非常誇張 因為我知道就是說 當然我們都是要主演他之前在教育單全職 然後很努力的在這個部分上 所以當然他 他有他的一些屬靈的一些恩賜在裡面 那上一次的House Church聽完 從來一直到結束到離開 其實我沒有跟任何人講話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心裡面是被重重的打擊到 那也藉著這個機會呢 我去回想就是說 從我們06年到現在已經受洗13年了 這13年的過程 我們怎麼樣去面對我們自己的屬靈狀況 或者是說 我們怎麼樣去面對我們現在在教會面對到的人 所做的一些所有的事情 那剛剛主委講說是屬靈的戰爭嘛 所以其實我覺得 像我現在的狀況應該是一個 想要尋求一個勝利的失敗者 目前來著 後來那次結束之後 那主委他就 他也察覺到我不對勁 所以我就 他就用蠟問我說 欸你怎麼啦 你怎麼回事 然後我一直都沒有回 過一段時間之後 我回他的line 然後寫了非常 非常非常的多 包括我自己的狀況 包括我在教會的一些感受 或是跟一些自己的想法 後來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自己在回想一些在教會的服事 或者什麼 其實我發現到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是說 其實從頭到尾 我都在想要利用神 就是說 我們在教會做這些服事的時候 我們是希望聽到別人的一些掌聲 或者是 大家覺得說 啊你做得很好啊 你做得很棒啊 怎樣怎樣的 但是 其實我們都想要在這個當中 去活 去獲得一些利益 不管是有形的 或是無形的 自從開始參加 做那個樂靈服事之後 然後 我的親姐姐 在一次過年吃完飯之後 跟我恩斷義絕 他說 他說 你沒有把自己的媽媽照顧好 你反而去照顧 教會的那麼多的一些長輩 在這兩年的時間 其實我很想去跟他去化解這樣的關係 但是 他的態度始終不一樣 在樂靈服事這段時間之後 其實我也在回想這個整個過程 從開始到現在 那目前只有 Kevin的媽媽受洗 我的出發點是有問題的 因為我的出發點有問題 所以我能夠 從頭到尾我希望能夠很多長輩能夠受洗 然後 但是神 他知道我的出發點是有問題的 所以 他沒有去 成就我這樣的一個想法 所以我覺得這是神 可能也是對我的一個懲罰 就是說 你一開始 你的服事態度 你的 對神的一個心 是 出發點就是不正確的 希伯來書4章12節 這張大家都很熟悉 神的道是 是活潑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兩任的見更快 甚至 魂羽靈 骨頭 骨結與骨髓 都能赤若果開 人心中的思想和主義都能變 我覺得 非常的 非常的難過 因為我覺得 神的話是一刀兩刃 刺傷我更深 那 那後來 回去之後 我就一直在重複 在想這些事情 然後我覺得就是說 我在教會 畢竟 到底還有什麼樣的意義 留在這個教會 或說我這樣子對神的服事 或說我這樣子 每個星期來聚會 到底還有什麼意義 因為 第一個 剛剛我提到我解決 對我的態度 然後第二個 然後我在其他人的眼光中 可能是我的服事是有目的的 那再來 我在其他弟兄的眼中 可能是一個 不成熟的 可能是一個 對處理 處理一些事情是 是 方式是不對的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有時候甚至想想說 那我乾脆就是說 不要跟這些 這種姐妹跌落好了 可是 有時候就覺得很難過 就是說 除了 除了 除了弟兄姐妹 然後除了 除了 小英文家人之外 我不知道 去掉這些關係 我還有什麼樣的關係 可能只剩下 唯一就是我跟神 我能 希望能夠在這個過程當中 去真正 透過神 透過一些 屬靈的一些幫忙 能夠在這個戰爭之中 能夠反敗為勝 我覺得 這個是我最近的一些狀況 跟大家分享 說實在 對老人來講 可是他可能開始在 找他自己的意義 找他自己在這個服飾上的一些 心態 是不是屬神的 其實我覺得 悔改這件事情呢 其實是 是回到個人身上 每一個人必須要常常去警醒 自己的動機有沒有錯 我剛才講了 很多時候呢 沒有人一定會發現 出來你有沒有問題 這才是最大的恐怖的地方 是只有你自己 才知道你在這個戰場上 你要不要打這場仗 你如果要躲在一個黑暗的地方呢 撒旦是開心的 他巴不得你呢 就停戰 停戰 然後在那個地方 他等到你開始分離 變成一個人的時候 他就攻擊你 可是當你要回到那個主戰場的時候 不是那麼容易 你必須要非常坦白 你必須要非常非常的破碎 我還在強調 我曾經分享過一段話 就是謙卑呢 是可控制的順服 也就是說呢 不是代表謙卑 就代表你很棒 謙卑是可控制的 他是一種 可以裝出來的一個樣子 所以真正要破碎的時候呢 破碎呢 才是真正的投降 一個人真正在神面前破碎呢 他不是代表你一定要豪大哭啊 然後你真的破碎在神的面前呢 你才是真正的投降對神 你才真正的真的知道說呢 這一場戰爭一定會贏 因為你交給了耶穌基督來擋 如果你自己撐著自己在那邊呢 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呢 我剛才特別提到的就是 為了要打一場一定會贏的勝仗呢 我們每一天都必須要進戰場 每一天呢都必須要悔改 再來 希伯來書第12章第4節 他這樣說 你們與罪惡相爭 還沒有抵擋到流血的地步 我們其實還在神的保守裡面很多 如果沒有神的保守 那真的是干擾徒弟可能更嚴重 所以呢 接下來我要講第二點呢 就是提到屬林的戰爭 也會有屬林的破口 我們看一下在經文是在 以西結書第22章 聖經呢其實用城牆上的守望者 來比喻帶倒者 守望者就是帶倒者的意思 然後透過帶倒者呢 他可以 守望者通常就是在一個比較 城牆上比較高的位置 他可以看到遠處 觀察敵軍的動態 所以那個情況之下呢 他是提供給這個軍隊 這個戰場很重要的一些 沒有注意到的一些破口 那可是這些破口呢 是需要有人站在那個地方的 我們看以西結書第二章 第二章第二章第三十節 我在他們中間尋找一人重修強還 在我面前為這國站在破口防堵 使我不滅絕這國 卻找不找一個 你知道當我有機會看到一個弟兄或姐妹 有一個需要 特別是弟兄 當我有機會進到他的生命裡面 知道他可能需要面對罪 面對這些爭戰的時候呢 我有機會跟他一起祷告去面對的時候呢 我通常會問一個問題是 你有多少關係在教會裡面 通常有一個很共通的點就是 沒有太多的關係 大部分時間是他們自己在面對 沒有錯 這有點很容易誤解就是說 所以不就是我們自己要面對嗎 沒有錯 可是也不是只有你一個人面對 就有足夠的力量 當然除了耶穌基督之外呢 你要有人願意在你的這個破口上面呢 站在那個地方幫你帶到 我們需要有人呢 願意站在我們生命的破口上面呢 去防堵 去幫我們去防守那樣的一個缺口 我們彼此都是彼此很重要的那個防守者 如果我不願意做 我想到一段路呢 一個說法在我來的路上 曾經有一個廣告是說呢 我不是去喝咖啡 就是去往咖啡館的路上 他用這句話呢 去傳達他多麼喜歡咖啡 喝咖啡這件事情 我呢自己有一個這樣的調整 對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我不是自己在面對罪 就是在幫助弟兄姊妹的罪上面的路上 我覺得每個弟兄姊妹 你要嘛就是在面對你自己的罪 這場戰爭裡面自己的罪 要嘛就是在幫助弟兄姊妹罪的路上 只有這兩條路而已 應該沒有其他的路了 你應該站在別人的需要上面呢 站起來 要嘛就在你自己的需要上面呢 站起來 這是這場戰爭呢 最需要熱血的地方 所以呢 以西前才會這樣講說呢 神是這樣講的 我不要滅絕這國 可他需要找到一個人 願意在這個國裡面呢 願意做這樣的事情 好 所以呢我們代導 除了眼前的需要之外呢 我們可能會針對很多的需要呢 去防範 去看守 可能是個人的 可能是家庭的 可能是國家 可能是團體 可能是教會 可能是軟弱 可能是一些錯誤 這範圍是很大的 當我們在面對這些事情的時候呢 我們有沒有用一個更大的眼光 去看這件事情 戰場永遠比你想象中還要大 我剛才我記得我剛才描述說 南京東路今天呢 有人開槍38的時候呢 大家有人 什麼時候發生了事情 可是我告訴你 屬林上就是這樣子 他真的就是在今天 可能就已經在不同的人身上 殺蛋已經攻擊了我們一段時間 鐵上樓麟家前書第五章 我們看這段經文 當我們在帶導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最需要的就是 求耶穌基督 在這樣的一個戰場上面呢 真的是持續的得勝 用他的名來宣告 因為耶穌的名是得勝的名 所以他可以成為我們得勝的一個口號 所以呢 當我們在面對神的時候呢 我們在面對耶穌基督的時候呢 我們對我們的戰場呢 就越來越有信心 鐵上樓麟家前書第五章 從八節到第九節我們來看一下 但我們既然屬乎白昼 就當謹守 把信和愛 當作護心境遮凶 把得救的盼望 當作頭盔戴上 因為神不是預定我們受刑 乃是預定我們 借我們主耶穌基督得救 回到主場 回到主場 也就是回到主耶穌的主戰場 耶穌基督呢是這場戰爭的得勝者 我們呢 沒有辦法離開這場戰場 我們就是在這個戰爭裡面 有一次我帶一個產經班的時候 我跟弟兄姐們分享 我覺得生命的考驗 我不能預告什麼時候會發生在你身上 可是很公平的 神就會透過時間來試驗每一個人 所以你一定會有機會 神會在你生命中試驗你 不管是一個挑戰 或者是一個誘惑 那就是你在這個戰場上發光的時候 那也就是我們要在這個戰場上 持續努力的原因 今天最後呢 我們又會有一個問題 讓兩個兩個一組可以去討論 然後兩個為彼此去禱告 這個問題就是說 在你的內心 你最深的恐懼跟害怕是什麼 這個時候 在你的內心裡面 你最深的恐懼跟害怕是什麼 或者是那個不自由的那個部分 是什麼 在你的內心裡面 我們鼓勵呢 兩個兩個一組 你們可以彼此分享 然後呢 有一個禱告的時間做結束 今天我們的課呢 就上到這邊 然後希望透過這樣的禱告 跟這樣的討論呢 可以幫助你明白 我們在主耶穌的場子裡面 我們一定會每天得勝 Amen 好 那我們現在就分組討論 Amen 男生跟男生 女生跟女生 OK 來這邊 這邊都可以坐 前面都可以坐 第一個呢 可能有人會問說 那這個戰場到底在哪裡 這個戰場就在你的心裡面 真的 所以你自己的心裡面最清楚 你有沒有真的去 打這場戰爭呢 是只有你的心最清楚 第二個呢我想分享那個 不是那個 站在缺口上的那樣的一個 那個守望者嗎 我很珍惜 現在每天跟薛麗還有跟莊仲呢 每天晚上我們睡覺前的三個人 一起為很多人禱告 我記得那天薛麗列到十六個以上 對 然後我們每天晚上呢 都為一些需要的人 包括我們為一些需要的事情 教會也好 或者是茶經班 或者是一些特別的人 為他們帶到 這就是我們也希望能夠 然後帶起一個風潮 就是我們可以有一個守望者們 這樣的一個禱告的聯盟 不斷地被為教會的一些需要去禱告 第三個呢 其實我剛才講說 在中心路 中正路口呢 有人被砍了兩刀呢 這不是只是講假的 前兩天呢 因為我跟我兒子 在電話裡面有一個衝突 我發現了 我只是想要給他一些意見 就是他沒有辦法接受 然後呢 可能不是很開心 他就掛到電話 那事實上呢 就讓我這兩天呢 本來在準備課程的時候呢 開始有一些煩躁 就覺得說 可能不完美 那可能也是覺得說 為什麼會處理成這樣子 那我也覺得說 因為那段時間 我們禱告的一些事情呢 神都應餘 所以我們覺得 神真的是非常偉大 然後阿神 贏了神 我都希望有勝利的好消息 可是當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呢 開始會 侵蝕我們的信心 所以我這兩天呢 祷告都是希望 今天這兩課之前呢 我的信心可以被裝備好 然後預備好 然後呢 也感謝神呢 特別在 吃晚飯的時候呢 我接到我兒子的電話 因為這兩天都失戀 沒辦法接到電話 他打電話跟我講 不經節快樂 所以其實很難激勵 就是說 不是我做了什麼 可是我只有禱告而已 然後神呢 其實就讓這件事情呢 有一些翻轉的過程 對 那我也想要分享呢 就是下次的課程呢 我們會有一點調整 跟我上次的那個 情況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未來要配合 我們有一些分享的人 所以呢 下一次的課程叫做 找回美好 會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一個時間 是我去上藝術治療的時候的一個課程 所以呢 下禮拜呢 我們也會有一個 對不起 兩週以後 就是下次的課程 是找回美好 我們會先上找回美好 然後呢 找回活水 那找回活水呢 到時候我會邀請那個 梁佐 然後呢 分享一部分 然後呢 謝謝他的預備 那今天呢 我做最後一個禱告 然後結束今天的時間